小弟 我看你骨骼惊奇是万中无一的诡计奇才 我这有一招偷梁换住密室救人的任务 全靠你了 大家好 欢迎光临怪异藏书局 我是怪君 今天给大家介绍出的名字叫做 品托帽的密室 1898年光绪帝实行戊戌变法触怒了慈禧老太后 从此便被软禁在了银台长达十年 1908年几位有志之士决定突破层层升宫 救皇帝出山 为此他们还请来了一个死士 可是救皇帝哪那么简单呀 他们需要面对的是六大不可能的挑战 因为皇上被关的地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岛密室 但俗话说得好 有困难要上 没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皇上还是要救你 行动选择在了一个若黑风高的晚上冰冷的空气中 首领太阶闻到了一丝不祥的气息 于是他下令放下吊桥 去孤岛楚夜 岛上寒风中夹杂着浓烈的血腥味 太监们跨过尸横天野 终于在房间内发现了一具和皇上身形相当的无头难尸 众人请来皇后艳明震身 皇后娘娘肯定地回答道 这却是皇上无疑了 故事的迷面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光绪帝怎么可能就这么死了呢 这不扯淡吗 哎 稍安勿躁 可以透露的是这是死士部下的轨迹 他们确实在没有收买任何人的情况下制造了一起偷梁换柱 将活的带头的光绪帝救出了皇宫 可问题是他们是怎么做的了呢 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提示 一 皇上有修理夕阳中的爱好 二 主谋们为了本次任务不惜用生命交换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为光绪帝量身定制的轨迹 每一步都饱含着维新派救亡图存的英勇理想 如果抛开人物 整个计划就完全不成立了 只可惜他们还是算漏了一点 就一个光绪帝也没法拯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 大清早就完了 品托马密室是由华斯比主编的中国密室推理小说选集 里面收录了 吉丁 张纯 阿元 石成 罗夏五位作家的作品 刚才的故事呢 就是本书的第三篇必是《日落宁开》 在作者阿元笔下 众人的热水与牺牲最终都像竹篮打水一场空 书境淹没在历史红桃中 也是这本书令我感到欣喜的地方 从人物出发的轨迹以及故事的完整性 本书中五个故事的风格题材完全不同 但相同的是 每个密室的核心手法和人物都有分不开的关系 凶手想出了天才般的轨迹 却有着寻常人的执念 而正是这一点 让这本书拥有了许多推理作品都不具备的小说性 怎么样 国产历史推理的魅力 想来感受一下吗